常常人籠完全看不到镜头 上百人塞爆会场 这场面不是偶像签名会 而是竹北预售案的产品说明会 就怕玩买抢不到房 因为光是新竹今年 就又高达22案描杀 而这还不是单一个案 看看上半年 这种快销案年增率最高的 竟然是台中 整整增加四倍 再来高雄的三倍紧追载后 其他从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到台南 也全都有两位数成长 切诸在半年内玩销的个案 就有高达103笔 房地产从去年第四季到现在 确实有一季比一季热的现象 尤其台湾2.2%的房贷的利率 确实也是东亚地区相当低的 那这些基础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 恐怕这个成交量持续的上升 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也难怪近期这种排队抢房 板凳卡位的奇景频频上演 而根据房产集团最新预估 今年全年的销售量 有望上看36万栋 再写11年来的新高 而关键型正月27号将公布 新清安检讨措施 会影响房市吗 让这个新清安用在真正的鼓励年轻人购物上面 我想对市场是健康的发展 同时对于市场在今年下半年的价格上面会趋于还涨 那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成长的话会趋缓 那我想对市场是健康的发展 也就是说市场资金行情热 整体房市还是会继续呈现 量稳价格还涨的趋势不变 多产新闻 网站好 从我的真正台报道